大家好,欢迎收看零度军5游戏视频 本视频内容纯属虚构,全部由电脑AI录制,请大家切勿当真 5G10是国产第一种专业武装直升机和亚洲第一种自演专业武装直升机 采用西方典型武装直升机构型,使用一具五叶片主旋翼 卢旋桨为改良全脚接旋翼 旋转方向是以于西方设计的顺时针方向 为旋翼则为类似于H64武装直升机的四叶片设计 5G10的纵列座舱设计与AE29武装直升机类似 前座为驾驶系,后座为武器操作员,两舱各自独立 使其遭抵火命中时不容易同时波及两个座舱 据推测,5G10的座舱视野与AE29相当 5G10机体与两侧5G短移之间,以一同融合方式整合 可增加结构强度与生力 我们可以看到,50多架5G10全部列庄完毕,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在作战指挥部的命令下 50架5G10骑刷刷升空,场面十分壮观 骑飞没多久就发现了不远处敌方的装甲部队 看样子也是由备而来 像这种配备有M1A2主战坦克的装甲部队 如果闯入欧防空军基地,后果不堪设想 在发出警告无果后,5G10果断对其开火 看到这里或许有军女朋友要问了 5G10能打爆M1A2吗? M1A2主战坦克可是号称世界防护性最好的坦克 它在用上世纪90年代末研制的第三代平游装甲 炮打前部可抵挡穿甲深度 为960毫米的均匀钢装甲穿甲弹 化学抗力可抵挡穿透深度 为960毫米的均匀钢装甲 1620毫米 但我们的5G10也是有备而来的 装备有红剑10反坦克导弹 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红剑10导弹的弹头 威力较之轻型反坦克导弹更大 全球所有的主战坦克装甲都可以被其轻易击穿 红剑10反坦克导弹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方式 这种制导方式的优点在于 导弹发射出去后 仍然可以通过光纤与直升机保持的游戏 同时直升机可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 这让红剑11导弹的精准度大大增加 整个战斗场面非常惨烈 敌方的装甲部队反抗非常激烈 M1A2上的105毫米的线糖炮和120毫米的滑糖炮 以及12.7毫米的机枪 对我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 时不时能看到坠毁的物质时 最后在我们持续的追击下 终于全尖对面的装甲部队 成功保护了空军基地的安全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